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要财财经》台 新闻嘉宾仍然是来自《要财政血》研究部副经理植耀辉先生 Stanley 你好 有事想问Stanley的话,快点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是204-6566 电源地址是ask-bstrown.com Stanley不如先跟进一下内地的收市表现 上证指数最终升了0.5% 收报2161点,升了10点 沪深300指数升了0.7% 收报2372点,升了16点 另外,深色城市升了1.1% 收报8625点 稍后再跟Stanley谈谈内地的收市表现 先听家庭估众的电话 何小郑 早晨,你想问什么股份? 2018年是最新科期 星期五那天,27.3%左右 进入了电力 今天26元又进入了 我现在应该怎样好呢? 可不可以参加你? 有人,应该这么说 瑞星、苹果、公益商的地位 或者会受到威胁 你见到上星期已经 开始涉及7% 今天又再跌6% 怎样看这股份? 都是重新回来 其实今早我在其他节目上 推介过这个股份 当然我认识的指示位在25.5% 其实都已经算是 今早已剪较了 但也这么说 当然有些比较多的报告 都说到它那个叫做 苹果、公益商的对大地位 受到威胁 这个其实大家都是一个猜测 因为现在事实上未公布 但也这么说 如果假设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 对瑞星应该是大的 因为本身的数据没有公开到 但很多市场估计 其实瑞星的营业法当中 有4成多是来自苹果的 所以如果假设有苹果的订单 有机会减少的话 对影响其实是存在 这个也是真的 今次的时间都说了类似的风险 但有一件事我自己看法是这样的 对于你说现在那个 苹果对瑞星的影响是很大 这个是真的 但问题是如果你由一个大局去看的话 因为本身整个智能手机市场 那个发展是很大的 以上年为例 基本上是全球的销售件数 是4.7千万部 而且高通 就是一家比较出名的智能手机 这些消购量 总共会去到50亿部 所以其实这个发展空间 其实是很大 所以变成我会觉得 如果看瑞星 我自己看法 就不会单单 只想看苹果的烟墓 因为始终 当然你说现在 市场比较大 有没有改变的 但问题是 其实你随着 譬如Samsung 或者其他一些 一些自人手机 一些供应商 开始也不排除 可能有这些新产品会供应 所以也不排除 会和瑞星合作 所以我觉得在之后的时间 其实瑞星或者苹果 对于瑞星的影响 我觉得会有机会 慢慢会减低 当然这些比较长远的事 但短期里面 似乎对瑞星 似乎对苹果的因素 似乎对它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暂时建议 加定公众 因为本身都是有货的话 始终两次货 我都建议 暂时以今日的低位 就是25元这个位 就是一个支持位 穿了的话 怎样都好 如果你想再放久一点 其实我不反对 例如你持续 如果持续比较多 我都建议 穿25元的话 可能先走出一半货 另外一半的话 可能再看 或反弹的时间 才考虑估出 明白吗? 何小姐 谢谢 不是 不是 是吗? 多谢电话 再和Stanley谈谈内地股市 上个假日日急升5-6% 大家都憧憬中央经济会议有什么成效 看到今天内地股市表现都不错 持续升势 虽然升幅不是很惊人 上次展示刚刚提过都升了半个百分点 湖深300升了是0.7% 深正成价更加升1.1% 问Stanley的意见 其实怎么看内地股市 大家都觉得整个气氛和势头都逆转了 绝对有可能是1949 就是1949 就是近期的低位 有没有机会再回潮低一些 还是你觉得未来的看法是如何 基本上1949这个位置 当然是建国底 会否建回就暂时不得而知 当然形势上其实是好的 你见到今天上性和深性 虽然两个指数 今天变幅不算特别大 严格上 虽然都是升 但幅度其实是有限的 全日来计算 我想波幅是 其实只是可能是16点左右 但问题是 如果你再留意成交量 其实还是很大 你看看今天两市的成交 单个上午 基本上已经超过了1000亿的成交 反映市况或者那个情况 都开始恢复 就是之前那时候叫做黄市 就是每天的成交 至少都说是167亿的 这一个情况都接近差不多 但当然你说 看回昨天过去这两天的时间 我们也是开了个中央工作经济会议 当然大家都知道 大方向都是大方向的政策 但问题是这些细节 基本上都是未有的 只不过你说这些政策 或者这些大方向 都可以预示 其实内地的经济 在之后的发展 其实会随着一个 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 和可能会靠内需 作为一个刺激经济的首页任务 但当然你说 看回内地股市方面 如果你单单说股市的话 我觉得形势是不差的 特别就是始终之前的时间 其实气氛一转叉的情况之下 其实真的比较少投资者入市 这一刻基本上你的成交又多 也都是不要忘记 其实之前都说到 内地方面气氛很重要 因为本身内地方面 有八成以上的市场参与者 都是三位投资者 如果你说气氛一差的话 基本上又是没有人入市的话 其实成交 以至表现都比较难 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但似乎到了现在这段时间 大家都对于中国经济的情况 似乎都开始转得比较乐观 尤其是对于下年情况 比较乐观 所以对于内地股市 应该是一个比较利好的送货 所以短期内 不排除可能有更多利好因素之下 令到上升方面 可能有机会挑战2200点为止 看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六大任务 都是说继续实施 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 亦都积极推动成真化 坚持楼市调控政策不动摇 谢谢Stanley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有我们 要财财警台直播节目 稍后回来是五间终结的环节 麻烦Stanley也要申报一下 刚刚提到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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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